老者一大早就带着工作来,阿祖法别墅工地施工,他告诉阿祖法,必须要尽快把房间盖起来,马上就要过年,这样就可以过冬了。 紧接上级视频,我们说到奶奶和老者的撮合下,阿祖法跟康特重新恢复感情生活。 今天一大早,早上天蒙蒙亮,老者就过来帮阿祖法盖房子了,此时的奶奶也还没有过来。 老者给阿祖法的家带来了几个施工人员,这位老人家就是工头,他承包了老者的装修项目,答应老者来帮阿祖法的家盖房子。 几个人认真测量观看这房子的结构,沟通着如何进行装修工作。 阿祖法站在一旁静静看着老者安排这一切,自己也帮不上什么大忙。 紧接着工人表示,这房子面积太大了,一个月之内做不完成,我需要多叫几个人来帮忙才行。 老者表示没问题,只要能在一个月之内把装修搞好,我愿意多付几个人的钱。 安排好工人的事情之后,由于早上起床太早了,老者还没吃早餐,于是跟阿祖法说,我去给你买几个鸡和一些素菜过来,等一下我就回来这里。 一会工人来了,你帮忙招待一下。 阿祖法连忙说道,老师,买东西拿我的卡去刷吧,我这里还有点生活费。 老者表示不需要,一句话就把阿祖法给毁绝了。 阿祖法也知道老师不会守下自己的卡,但长期这样麻烦老师,让他破费,让谁也过一步去。 感谢粉丝们收看阿妩的视频,平时身上有异味,有老人味的话,阿妩这款固体香膏,很适合打架。 它不仅能够替代传统香水,而且使用起来非常简单,只需在出门前轻轻涂抹在手腕或颈部,就能散发出淡雅而自然的香气,让您在逛街或跳舞时都散发出迷人的气息。 最关键是价格实惠,平时是29块钱一盒,现在活动价19.9块,到手两盒,性价比非常高,一盒能用很久。 感兴趣的,可以点击我的头像,前往商品橱窗找到香膏,在阿妩这里可以保证正品,还价格实惠,谢谢大家的支持。 没多久,老者就带着大包小包的食物回来了。 这些不仅是给阿祖法的食物,还有一些是给工人们的午餐。 阿祖法必须要在中午来临之前,给工人们准备好中午需要的食物。 工人们干活也是非常劳累的。 需要吃很多东西,才能恢复体力。 吃早餐期间,老者和工人们闲聊起来,工人问,这位女士是你的女儿吗? 老者表示,这位女士不是我的女儿,她是我的干女儿,我把她当家人看待。 我的亲生女儿因为反对我结婚,已经离家出走了。 我一直在寻找她,可是怎么找也找不到。 老者把自己的家室和工人们诉说,希望能得到一些不同人的安慰。 但是,工人们都建议老者快去把女儿和孙子找回来,外面现在都降温了,很容易出事。 老者也表示无奈,可这边的生活还要继续。 实在忙不开身,阿祖法也没闲着,他趁工人们还在吃早餐,自己把煮好的米饭捞出来,这是今天午餐要吃的食材。 没过一会,工人们就已经把围墙建好了。 老者的心事好的,他担心冬天的袭来,马不停蹄就安排那么多工人来给阿祖法装修,真的是大好人。 可是他的女儿怎么办呢?现在还在流浪,谁能够帮助他? 这集视频先到这儿,我们下集再见。 天下 再来 显寞 天下 天 天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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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下